這樣就OK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還可以去修改 PHP的I9 這個在哪邊找 其實你可以在根目裡面可以找到這個 那把什麼 Displace底線L L10把它改成off 然後把它再重新啟動 怎麼修改?Ctrl C一下 切到你的 這個就是SAMP那個server 這邊叫config 底下會找到那個叫PHP的I9 它會是一個文字檔 Ctrl F 去找一下 DisplaceL 在這裡找到了 那請你把什麼 把這個底下 DisplaceL 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改成 DisplaceL 這個是一個說明 啊 不是不是它這個是註解 所以 Ctrl F看一下 印象中我是打那個 Displace不要底線看看 尋找 不要底線 它這個位置好像比較正確 這邊有一個 在這裡 因為你要找好幾個啦 因為你要找好幾個啦 它的位置大概是 如果以 這個 捲軸來看的話 大概是在 四分之一的位置左右 所以你乾脆 Find的時候找DisplaceL 這邊把On 改成Off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把這個 On改成Off 然後關掉之後 是否儲存呢 儲存 然後這個時候請你怎麼樣 把 Sample Stop Stop 再重新 Stop 再重新 Stop 重新再把它 Restart之後的話 理論上 那個訊息 錯誤訊息 也不會出現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因為很多同學問 類似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它重新啟動一下 理論上 再把它回到我們的列表 OK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上面討厭的東西 再也不會出現 不過當然它有它的優點 有的時候它會 提示你 你可能 會有什麼地方應該要注意的 但是那個東西 大家有好有壞 也許你將來要上線 你再關掉也可以 平常沒事 不影響 那你就把它放著吧 OK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要刪除 回到列表 再列出來 又少一個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這個範例 蠻完整的 新增 查詢 修改 刪除 全部都有 而且 非常陽春 那怎麼做 所以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開個頭 下一次上課 我們把這個講完 然後再來就是講那個有關 手機的App 所以 這個部分 請各位先試試看 然後把 這個練習題 這練習題裡面 稍微打開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那個 會員管理這一題 那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把這一題 再亂過 那再來也許 我們就是 要進入到 我們那個 手機的 這個部分 也就是以後 也許我們就是 慢慢的 看把那個 之前 網頁的部分 再慢慢把它變成 手機畫面 那手機上面看到的畫面 一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呢 因為我們手指頭這麼大一個 滑鼠的箭頭這麼小一個 當然比較好點 所以將來在手機上面看到的 一定是大按鈕 下拉之後 跳出來也是 大的畫面 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我想 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這個部分是 蠻需要花時間的 所以建議各位 回家的話 盡可能的 可以把我們 今天講的範例 再 做一遍 也許成語查詢系統 當然如果你覺得 不要查成語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些 其他的data 隨便都可以 身邊太多可以查的嘛 你就隨便找一個東西 然後做個查詢系統 然後自己可以查 給別人也可以查 多好 其實非常方便啦 那會花多少時間 其實我覺得倒是還好 那他的效用呢 其實你只要server 也不用 專門找什麼server 你只要找一台電腦 把它灌上去 他有固埃 不一定固埃 反正他有IP 好 你就可以連結得到 也可以用得到 OK 這個應該蠻簡單的 所以加一個雲端的資料庫 比想像中還簡單 那像我自己 後來發現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案就是 去買那個 什麼 Synalogic 那個 那個Nuts 他本身就支援 那個PHP加 買seql 而且他那個 超省電的 然後電量 你 開著 那個瓦數 好像不超過10瓦 而且那個東西用了大概有七八年以上了吧 而且還沒壞掉過 硬碟也沒壞掉過 還滿省電的 沒什麼聲音 那效率上面呢 好像也還好 那我用在什麼地方上面呢 其實 我沒有搜尋那個 我那個論壇 其實我有架一個論壇 就PHP的論壇 那個論壇的話 其實 你們Google那個吳老師 也會找到我的論壇